HELLO 大家好 我是Ryo Ryo 今天來到這個東京 為什麼參加東京其實是這樣的養養間店呢 養養間店就是要推薦大家 那為什麼要在這裡推薦大家呢 等一下影片介紹都會告訴你 那首先 暴風也很大 暴風也很冷 現在日本的還是超冷 好 現在呢 我是請朋友幫我攝影 然後我們到了這家店呢 其實就是在京都已經有200年歷史的 還有叫這個資瑞亞有信奴的一間 和國子的店 對 看這裡 當然可以坐下來吃的地方 你怎麼捨得吃啊 這都是手做的喔 你看 這真的跟花一樣 三天吃 超級美味了吧 好吃 可以的 現在店呢就是比較自由 就比較現代 所以呢就可以一邊吃一點點配菜一點的這樣 就感覺是吃蛋糕的感覺 好 我已經來到第二間了 第二間就是這個 登登 裡面這樣喔 QB 對 這一間呢其實就是 在日本呢它算是 TOP CLASS 就是真的是頂級有名的這個壽司店 好 那我們可以進去喔 開門喔 走吧 謝謝 好的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這個二樓 你們有看到 很多師傅在那裡捏壽司耶 然後今天課堂是只有我們兩個 這樣 好 嚨 啊 啊 跟我們平時吃的不一樣喔 它現在教我們要怎麼做 還是正確的 又不知道 各位有眼福喔 我们是在附近的的脂紫放着 最后一上面的脂紫放 Rover和纫放着 空下就去脂紫放寶丁在脂紫里面 是要用适的脂紫放食 像机的擂紫放在整体面 不然宜brahim 直接放适去 把浮上不动 对 对 放在骨头上 用适当吃 好 好 很好 好吃 嗯~~ 初めて吃了 嗯 はい じゃあ 手で食べるお客様も入れてくださいか? いらっしゃるお店 これがフィンアタオルです 這種高雞壽司呢 可以用手吃 好 那剛剛這個有沒有看到他在跳的有沒有 片頭看到的 現在又要吃他囉 沒有在跳的沒有在跳的 いただきます 尻尾取ってる 這有手手 很有彈性耶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意識的 他在裡面跳 すごい 大家知道 就是現在不是很流行這個軍艦嗎 就是這個飯的旁邊就包這個紫菜一圈 然後上面放東西的 這個呢 聽說 就聽說 就現在他跟我說呢 是他的爸爸發明的 就這一家店發明的耶 就以前沒有這個東西 就是壽司就是壽司嘛 魚跟飯 這個軍艦是他們發明的 哇 所以我知道祖先耶 祖先 好 今天介紹的這兩家店呢 就到這裡結束 今天Ryu呢 有一個很珍貴的體驗 第一呢 就是平時我們也不會說到這種好吃的壽司 那這次為什麼 我可以到他們這裡吃呢 是因為 其實這是一個宣傳影片 宣傳什麼呢 就是今天我們吃的 今天我吃的這兩家店呢 他們居然在台灣 有辦這個活動 可以讓大家在台灣可以吃到 他的活動的名字叫 日本美食嘉年華會活動地點 在台北車站 日期是 2月25至3月2號 除了我吃的這兩家店 當然還有其他日本美食名店 將會來到現場 所以在台灣的各位 有時間的話 一定要去看看喔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拜拜